掛著導遊真相識在鄉民町開始為道路 看到他認真的模樣也讓人很難相信 在兩個月前他又是接壞地牌疼犯 因為酒駕被破刑三個月 在讓社會勞動當時找到自己的幸福 可以重新再出發 基本上我們在社會勞動人 跟開始社會勞動人到我們地監署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行政說明 那行政說明最主要是能夠了解他的專長 那其實這個弘性個案的話 他到我們這個琵琶設計的時候 我們並不了解他會有繪畫的專長 那他事實上他是自己跟我們的琵琶的省里長 講說他會繪畫 那我們里長就讓他做嘗試 那我們發覺說他畫得不錯這樣 這是在東南町鼻毛寫出來 為像最近就透過社會勞動人中心來搖菜 又進行菜圍 也讓大家看到社會勞動人當中 還有很不簡單的任務在裡面 又配合我們的地監署 所有勞動人 為我們社區 經過的環境 跟這個牆壁 全都粉刷彩繪 對我們社區 真的好 我才會說他為什麼要做一個 是他本身不是做這個地方 不在外面 實在不簡單 本年地監署主任官 讓林中秋元表示 他們都會為勞動人當中去找出他們的專長 希望真的來錄示社會勞動的真正意義 那我們社會勞動人最主要是要發揮 我們社會勞動人的專長 所以我們利用他的會畫專長 然後來美化我們社區的環境 這也是能夠彰顯我們社會勞動的一個價值 外賣豬肉跟蔡惠鄉民 也讓社會勞動人在這裡找到他們的第二專長 也希望透過勞動真正去歡喜當初的創作 記者真心藏寶島